现在我们就一桌子两位动的手 一桌的丰盛的海鲜 这都是我们当地的特产 对对对 当地的海鲜 其实我觉得吧 真是我今天跟那个东师傅一起做菜 我感觉新城做菜方法挺特的 挺特的 挺特的 那汤我们起码没见过 这碗汤叫什么来着 这个就是咱们的小米羊上鲜 对吧 然后做完的羊汤上面蒸海� 对 这个没见没吃过吧 对 这个没吃过吧 没吃过 对 这个特别 对 然后这个擦碱上 你比如说咋碗鱼 咋碗鱼上边放虎一项 对 这是我们土生土长 这个星上人吃的东西 是吧 是吧 赶紧吃吧 咱们赶紧尝一下 你看这个鱼啥 你放凉了就不好吃了 这鱼特别新鲜 我跟您说 就这虎一项 我以前可不爱吃了 是吧 但是它今天放在这个鱼上 还真好吃 有一种特色的味道 它俩就是 这块是咱这边人 就是真有土的 对 它俩放在一起 正好味道鲜美了 真的 这种鱼的 这个鱼叫扔鱼 扔鱼 这啥叫扔鱼 扔鱼 对 这种鱼特别多 那鱼民只会打鱼 一打 特别多 打一船 然后是没有用 反正那还便宜 咱们回去卖不了钱 然后直接就扔回海鱼 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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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吃了 就是 美味出民间 这就是出民间的吃法 然后咱拿到这个餐厅来做的 就是咱们姓城本地的民间的吃法 好 那咱这个小鲁鱼上切点羊肉 对对对 刚才喝汤 再葱花香菜 然后你这个羊肉 可以咱那个韭菜花 蘸韭菜花 对对对 那怎么想到用这个羊汤来蒸这个海鲜 因为咱们姓这边也有养那种羊 养羊晚上咱们炖羊喝羊汤 喝羊汤 因为海鲜 谢谢 我放这边 这个养羊回头咱去海边出海鲜 这一个大锅炖羊的时候 那么如果再蒸海鲜 还得起一个锅 回头咱就是干脆就是一锅蒸 用这个羊汤就蒸 然后就是感觉味道特别好 所以说咱们就是保存现在的 就是懒了 就懒了刷锅了 一锅出了 但是味道还特别好 所以就是保存下一个成了咱家的一个特色 嗯嗯嗯嗯 关键吧 你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它还不足 想喝起来那小滋味呢 还厚鲜厚鲜的 厚鲜厚鲜的 厚鲜厚鲜的 厚鲜厚鲜 厚鲜厚鲜 特别想喝碗这个粥 小米粥 你知道为啥吗 小米粥有啥特点啊 哎呀 这个不是一般的小米粥啊 这个是咱小米粥的小米粥 来给你 这个是海鲜回牛醃 然后当羊肉汤小米粥 觉得不是最后 10цев kahkaha熬的小米粥 一锅羊汤 咱们喝着清汤煮着羊肉 还能蒸着海鲜 最后还做成了小米粥 你哪那么惠过呀 就是咱吃是吗 可能就感觉像他说的 我们拉了 然后把海鲜一锅盛了 回头没有主食 然后能在小米上熬点汤 一会儿好喝 然后一点就形成了 熬了羊汤 谁能想到 从羊汤挖成海鲜 挖到海鲜的羊汤更鲜美 万万没想到它还割小米的 什么尝一尝 它就是我们委屈的这个手艺 那我可以尝一尝 油嫩大虾 然后你得对它 首先给你点评啊 给点评 首先我来看 我也想尝一下 一个颜色 过锅 我第一次吃这个韦式做的 好吃吗 咸鲜香甜 你看人专业的点评 够用 这才出世界够用 倒用 这平一点 味情多 火荷 虾的味道 咸甜适口 都够用 都挺好的 咱那个 幼稚的颜色 我认为这是标准的 标准的 这是咱出它 标准的标准 那韦师 这个非常成功的一道 语问大家 咱们该一个 你好好吃我虾 你别把我虾给吃虾了 其实我们在忙忙碌碌碌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是为了生活更好 但是呢 不要光考虑身体 还要考虑心力 我觉得呢 古城是一个非常好的 修养身心的地方 尤其咱们这星城的这个古城 真是 小城古大 但是历史文化悠久 对 若姐 你到古城有什么收获 远了不说体现在咱们这个小古城里 你看早晨的面茶 中午的八大碗 平时我们吃的这个花生糕 还有今天晚上的这个羊圣鲜 对 真是绝了 四台一汤 我都觉得咱们这个小城啊 静静的在诉说着这个生活的这个质谱 你看我们这个区域优势简直太好了 我们有山 有城 有海 有温泉 还有小岛 我就觉得这个区域优势 让我们这个小城会越来越好 散发着魅力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 是的 我们古城是星城的一张名片 欢迎你们常来做客 好 一定常来 我们这个星城会带给大家妥妥的香味 好的 干 曾经的魏城 如今的旅游名城 古城作为中国十家名城 将以新的姿态屹立在历史的长河中 你可以在清晨做碗热呼呼的面茶 也可以在周五常常流传百年的古城发大碗 夜幕降临 在满天星头下来一桌丰盛的海鲜大餐 有诗有话 有美景 更有浓浓的烟火气 有美景 有美景